AI战车 美国下一代主力战车 AMI-E3爱布兰战车 美国陆军即将推出的下一代主战战车 AMI-E3爱布兰 它将以全新的设计理念和革命性的技术 重塑现代装甲作战的格局 借鉴乌克兰冲突中的实战经验 AMI-E3不仅实现了渐进式升级 更是一场从内到外的彻底革新 从混合动力系统到先进的无人炮塔火炮 自动化装弹机 再到人工智能与无人作战平台的深度整合 这款新型爱布兰主力战车将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心脏革命混合动力系统 AMI-E3爱布兰的一大亮点在于其全新的 才有电力混合动力系统 取代了传统的燃气轮机发动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爱布兰凭借出众的速度 防护和火力稳作战场主力 但其压格1500燃气轮机发动机油耗高 维护复杂 全新混合动力系统仍将油耗降低多达50% 显著原长作战续航 降低对后勤不及的依赖 更为重要的是 在全电动模式下 才有引擎关闭后 不仅减少热量和黑烟排放 还能实战车在夜间或红外侦查中更难被探测 从而悄然接近敌阵 这种静音模式提供引擎作战能力 已赢得战场主动权 使神之童 新一代XIM-360火炮系统 AMI-E3装备的XIM-360120毫米电热化学火炮 代表了现代军事火力的新高度 其初速高达1700米每秒 比传统AM-256火炮快约200米每秒 具备在2公里范围内穿透超过800毫米装甲的能力 还配备炮射反战车飞弹 大幅提升了战车射程和杀伤力 此外 搭载无人炮塔与自动装弹系统后 战车的射数可达到每分钟12发 成员游4人减少至3人 从而减轻了炮塔和保护装甲的重量 使整车重量降低至约60吨 相比现有75吨的爱布兰 实现了更高的机动性与更强的生存能力 鉴于XM360火炮的先进技术 也将带来巨大的研制成本和增加研究时间 美国陆军会因其高昂的成本和延期交付等问题 转向采购类似德国KF-51黑豹战车上 装配的130毫米莱因金属公司的强力火炮系统 钢铁护盾 主动防御系统 在当今充满不对称威胁的战场上 来自反战车飞弹 火箭弹及RFPV无人机等新型武器的挑战层出不穷 艾蜜E3将配备最先进的主动防御系统APS 通过布置在战车周围的小型雷达 狮子探测来袭目标 一旦锁定 系统会迅速发射缆截弹丸 在威胁到达之前将其摧毁 同时准确定位来袭火力来源 使艾蜜E3能够快速消灭目标 为战车及其成员 提供360度全方位的安全保护 此外FPS还能为周边有军提供区域性防护 显著提升整体战场的生存率 AI指挥网络与无人平台协同作战 随助人工智能、自动化控制和数据链技术的不断进步 未来战场将由智能化作战体系主导 艾蜜E3不仅自身具备强大火力和防护能力 还将充当指挥中心 利用AI进行战术运算与辅助决策 它可以通过数据链实时获取无人侦察战车 如Lipsaw 或自主无人机弹簧刀300的情报 并自动分配目标给前沿作战的无人平台 实现火力资源 侦察及防御屏障的多众协同作战 这样的作战模式将大幅降低人员风险 提高整体战场效率 重新定义未来战车战争的作战范式 净化密码 模块化开放系统架构 艾蜜E3不仅仅是一款战车 更是一座技术创新的平台 其核心理念 模块化开放系统架构 MOSA 类似于用热高基木搭建模型 各个模块竟能独立升级 又能灵活组合 记住这一开放式标准 不同厂商的部件得以无缝集成 时的系统在面对不断变化的战场威胁时 能够快速更新传感器 补气系统和通信设备 这样的设计不仅降低了长期维护成本 还激发了更多企业成余创新 会战车中被注入源源不断的心动能 美国陆军计划在2030年前 实现M113的初始作战能力 作为一次全方位的技术飞跃 M113爱布兰将以更高的燃油效率 更优的隐身能力 更强的火力和更高的机动性 重新定义未来的装甲战场 人工智能和无人系统的深度融合 也将为传统战车作战注入全新的生命力 您认为M113是否将成为未来战车战争的主角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如果你喜欢本期关于M113爱布兰的深度解析 别忘了订阅 点赞并开启通知铃铛 更多军事科技资讯等你来探讨 感谢观看